大家好,今集裝修幫到你會和大家比較緊廚和開放式廚房 一般的緊廚即是維蜂式廚房 清楚劃分了主食空間和屋內的其他活動空間 透過門片的左隔提升空間感 普遍會增設窗戶,令通風和採光度足夠 接下來有什麼優點呢?讓我們一起看看吧 首先油煙可以被完全左隔,不用擔心油煙飄入屋內其他地方 煮飯的時候就不用就住就住了 同樣,煮完飯也不用心急洗碗 因為有門片左隔,即使有奔俠拜訪也不用拍畫面不漂亮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可以獨立規劃廚房的風格 打造專屬的空間 就像畫面裡的廚房一樣,時常得理由摩登 不過緊廚也有它的缺點,就是因為封閉式的關係 室內的溫度也會提高,所以煮飯的時候也會相對比較辛苦 而且一般的緊廚也不大,就是可以容納到一個身位煮飯 這也是其中一個缺點 看完傳統的緊廚,就等現在介紹一下開放式廚房吧 開放式廚房,即是客飯廳、偏廳、廚房集結於一身 都是近年比較受歡迎的規劃 究竟它有什麼吸引之處呢? 開放式廚房對於空間較小的家庭 是擴大屋內空間的好方法 因為會少了牆壁的座架 其次就是可以在煮飯的時候 一邊觀察客廳的情況一邊煮飯 那就不怕有意外發生啦 同時間也是一家人共聚天倫之樂的好時機 例如可以一起煮飯仔或教小朋友煮飯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煮飯的時候就不會太焗促 客廳的冷氣可以很自然地流動 煮飯的時候也不會怕有盛頭大汗啦 但開放式廚房也有它的缺點 因為是開放式的關係啦 要避免煮一些太重口味的食物 如果不是氣味就會黏住在傢伙上面 其次開放式廚房的內置家電 都會製造一些噪音 和僅存不同的地方 家電多數都會以外露或內含式 所以粗了聲就會擴大屋內的其他地方 也很可能因為這樣被隔屋投訴 最後一點就跟上一項相近的 由於家電是外露的關係 廚房的美觀都會受到影響 收納的部分也要盡量避免凌亂 否則就會很破壞到美觀 這樣看的話 緊廚和開放式廚房也各有個好處 在這裡也提起一些提示給上規劃廚房的你 想做緊廚的你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本開放式廚房 不用直接外露廚房內部 亦可以保持互動性 如果想做開放式廚房 便可以先用系統櫃進行收納 加入各種五金配件便可以輕鬆操作 不僅使容量增加 也可以保持整體的整潔度 看完以上的資訊 希望大家對緊廚和開放式廚房 都有更多的認識 方便構思屬於自己理想的廚房 今集裝修幫到你到這裡 喜歡的可以留言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